第1586集 那个我们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吗 叶浩轩看着这个木乃伊 离开 奈飞塔利笑了 他空洞的双眼盯着叶浩轩和他身后的流情 他喃喃地说 好久没有人向我献祭了 而我也好久没有尝到鲜血的滋味 你们两个是多好的祭品啊 哦 还有 你背后的那个女人很漂亮 我需要暂时寄居在她的身上 等我找到合适的宿主之后 再从她身上下来 叶浩轩 刘晴虽然听不懂叶浩轩在和那个木乃伊说什么 但是她明显地看到木乃伊 看向自己的目光有些不善 她怪有些害怕的 她不由自主地抓紧了叶浩轩的手 没事 别怕 叶浩轩安慰着她 然后道 奈弗塔利 你想重生 你想复活黑暗之神 这些我们都管不着 但是我们两个只是路过这里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为难我们两个 怎么样才算是为难你们两个呢 奈弗塔利笑了 我是魔后 将来 我是要主宰这个世界的人物 你们被我享用 灵魂将会向我臣服 那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好事 你们要拒绝吗 不好意思 我拒绝 叶浩轩笑了笑 恶 恶我直言 女士 你这么恶心的一个人 想让我臣服 你没事吧你 我恶心 奈弗塔利 呆了呆 她举起了自己的手 这才发现自己的手上没有一点肉 那种破烂被虫饰咬过的手 看起来要多恶心 就有多恶心呢 是啊 那些丑陋的虫子 吞噬了我的尸骨 把我要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漂亮呢 是时候 恢复我原来的样子了 她双手高高地举起 念了一段冗长无比的经文 这些经文的内容是什么 叶浩轩并听不懂 但是随着她的经文念完 她的身体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白嫩的皮肤在她的身上得到了重申 很快 一个美艳的女子出现在叶浩轩 和琉璃的眼前 奈飞塔利的样子 有点像是混血儿 她并不是纯正的金字塔国人 在她身上 有种让人说不出来的柔美 看着自己洁白的双手 奈飞塔利满意地笑了 她喃喃地说 这样才像是真正的我吗 那么 渺小的人类 成为我的祭品吧 她右手向前一伸 一股风沙凭空而起 化作了一个怪异的魔影 向叶浩轩和琉璃张开了大口 叶浩轩大喝一声 她手中的太长骤然亮起 她右手一甩 迅速地三剑斩出 三道剑芒骤然亮起 那个巨大的怪影 被她手中的太长一分为色 奈飞塔利退了一步 本来 她是有着半神之格的 但是她现在刚刚苏醒 所以对付起叶浩轩来 她颇为吃力 你居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奈飞塔利苦苦地思索道 你的实力我很熟悉 我似乎是在东方 一个叫做华夏的传道士人手上 吃过同样的亏 我们那叫道士 不叫传道士 叶浩轩提醒了 想试试纯正的道法吗 比如三昧真火 一听到叶浩轩提到 三昧真火三个字 奈飞塔利的脸色 不由自主地大变 她迅速地向后退去 距离叶浩轩远远的 她死死地盯着叶浩轩 你是那个东方人的传人 我不知道你说的东方人是谁 我的能力源自于道 而在我们华夏 道士和尚满地走 现在的你只是刚刚重生 虽然你的灵魂号称不灭 但那是一末顿不懂得三昧真火 如果现在我用三昧真火烧你一下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吗 渺小的人类 你居然敢威胁我 奈飞塔利死死地盯着叶浩轩道 我不是威胁你 或许我们真的可以试试 三昧真火呢 叶浩轩手中的一张符纸 已经燃尽 一抹金色的火焰在她双指间亮起 等我找到圣殿 万幸不死军团 召唤黑暗之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到时候再来找你算账 不管你是谁 我都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 奈飞塔利这是跑了 但是临跑之前 她还是不忘了给叶浩轩放一句狠话 她的意思很明白 那就是她还会回来的 你 你怎么放她跑了 我看她挺怕你的 刘青有些不解地看着叶浩轩 虽然这个女的诧异 但她不再是那副木乃衣的形象了 所以她也不是那么怕了 我可没有什么把握对付她呀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的确 奈飞塔利是和黑暗之神签订过契约的女人 等于说她身上有黑暗之神的力量 如果叶浩轩和她硬死 是绝对死不过的 所以叶浩轩现在只能用三枚真火吓下她 不过叶浩轩可没有把握一定能灭得了她 她 她到底是人还是鬼 刘青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她身上的冷汗淋漓 她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刚刚发生的那一切 这个木乃衣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且她刚才临走的时候的样子已经很明确了 她要和叶浩轩等人不死不休 这让她感觉到十分的沮丧 她想起一些电影中的情节来 就算是这个木乃衣现在跑了 但是她还会给人的身上留下诅咒的 以后怎么办才好呢 刘青一时间不由地陷入了沉思中 没事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现在担心的太多了也没有用 我们走一步说一步吧 嗯 只有这样了 走一步 说一步 刘青点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两人身后的门被莫名其妙地打开了 一瞬间 黑压压的圣甲虫 从门口的地方涌了上来 叶浩轩连忙喝倒 走 他拉着刘青快速地向前走 但是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这里已经是牧师的尽头了 那群圣甲虫也不知道被饿了多久了 他们看到这新鲜的人类 就会毫不顾忌地扑上来 用他们的力士把人给分尸了 叶浩轩连忙从自己的身后取出来一瓶压缩燃料 然后对着前面黑压压的一群圣甲虫就是喷了过去 巨大的火柱向前喷着 一时间半空中充满了焦愁味 这些东西的天性就是怕火 果然 叶浩轩这一喷 大部分的虫子纷纷地撤退 有一部分则是掉头就跑 他们能忍住美食对他们的诱惑 但是他们怕火却怕到了极致 生怕这些虫子的尸体里面有毒 叶浩轩拿出了一个防毒面罩 摔给了刘晴 他见虫子们都逃得差不多了 这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这里烟雾弥漫 而且伴随着呛人的味道 闻起来不太好 叶浩轩也拿出一个防毒的面罩戴上 确定那些虫子们全部退了 他拉了一把刘晴道 走 向前面看看 我不相信 这个地方真的没有一点通道 甲虫也不知道是被饿了多久了 他们看到新鲜的人类 就会毫无顾忌地铺上来 用他们的力士 把人给分尸了 叶浩轩连忙从自己的身后 取来了一瓶压缩燃料 然后对着前面黑压压的一群圣甲 冲就喷了过去 巨大的火柱往前喷着 一时间半空中充满了焦丑味 这 这个牧室里面的面积不算是太大 但是叶浩轩敲着周边的墙壁 片刻以后 他还是看出来了问题 因为这后面的墙壁大部分都是空的 敲起来有种空洞的感觉 所以叶浩轩找准了一个空洞声音 比较响的地方 一键劈了下去 一键下去之后 后面果然有一个通道 叶浩轩拿着手电照了一下 确定里面没有危险之后 这才拉着刘晴一起走到了这个通道里面 顺着通道一直向前走 突然 叶浩轩的眼前一亮 在下面困了这么久 总算是看到太阳了 两人走到了通道 这里是一片草地 刘晴整个人都躺在了草地上 他闭上眼睛 享受着阳光的照射 感觉到很舒适 也感觉到很幸福 没有经历过危险的人 是根本不可能体会得到 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的 而刘晴则是第一次经历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看到了阳光之后 感觉十分的幸福 有没有感觉 其实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比活着更加重要了 叶浩轩的声音在刘晴的耳边响起 嗯 有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 比能活着更加重要了 刘晴努力地点点头 经历了这两天的事情 他总算是不再迷茫 他觉得只要活着一切就好 走吧 这里的事情你最好快点忘了 如果你忘不了 我可以帮你忘了 叶浩轩并不是在开玩笑 因为他觉得这里的事情有些差异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记着这些东西 是有些不太合适的 你怎么帮我忘了 刘晴回过头 他有些不解地看着叶浩轩 消除记忆 有种方法是能让你 把这里所经历的一切 都给忘记了的 只是选择性的失忆 并不会让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忘了 也包括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吗 刘晴沉默了片刻 对 这几天的事情 全部都会忘 叶浩轩点点头道 我只是觉得 你是一个普通人 既然是普通人 那么有些事情 就不应该是你能知道的 比如那个魔后 比如在地下那个空洞里面 遇到的一切 叶浩轩认真的说 当然 选择权在你 如果你选择想记着那些东西 我也不会强行干预 但是 这些事情 你一定要保密 因为就算你说出去了 也不会有人相信 相反 那些人会把你当成神经病的 还是算了吧 刘晴叹了一口气 他缓缓地把脑袋 敷在叶浩轩的身上 然后道 你知道吗 这段经历 我感觉是我人生中 最刺激 最惊险 也最充实的经历 叶浩轩 我知道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 所以那天的事情 我会把它当成一个梦 只会回味 但不会把它当真的 但是我需要记住这个梦 所以 我选择记着这段记忆 我要把你放到心里 何必呢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冲动是魔鬼呀 有些事情一旦你做了 你再后悔的话 恐怕就有些晚了 不过刘晴也不是 非要缠着叶浩轩 那天发生的事情 他会当成一个梦 梦醒了之后就会忘了 以后偶尔也会想起来 但绝对不会当真的 好 这是你的选择 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叶浩轩微微地点点头 但我希望 在这里面的事情 不会给你留下什么阴影 不会的 刘晴摇摇头 我学医出身的 什么恶心可怕的东西都见过 这就好像是我第一次 见几破尸体的时候 我当时感觉到很害怕 几天没有吃下去发 但是后来呢 我也就慢慢地接受那些东西了 我想 以后再多见几次的话 我就不怕他了 刘晴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所以你不需要为我担心 我知道如何调节自己情绪的 那就好 有些事情 不该让普通人知道的 因为普通人是一辈子 也不可能接触到那些东西的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是一个意外 但也不是你每次都能遇到 因为你是普通人 所以我担心那魔后 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夜号宣导